在中国古代曾经有过许多重要的城市都先后成为过首都,其中最为著名的,根据古都学会的说法,有十大古都之说,分别是北京、长安、洛阳、开丰、安阳、南京、杭州、郑州、大同和成都。 在这些古都之中,北京依然是今天的首都,而西安、杭州、郑州、南京和成都也都是所在省的省会,不管历史上的地位如何,今天的洛阳显然不如北京、西安、南京、郑州、成都、杭州这些古城。 在今天的中国,要是把洛阳称为三线城市,似乎也不是对它的过分贬低。 那么,洛阳为什么从曾经的都城沦落为今天的局面呢? 读历史,您是理,大家好,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。 洛阳因地处洛河之北而得名,有四千多年的建成史和一千五百多年的建都史,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,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,长期以来享有天下之中的美誉,在宋朝以前,但凡是大一统的王朝,一般都会将首都定于长安或者洛阳,另外一个作为陪都,纵观洛阳城的历史变迁,这其中有政治经济,地理环境等多方面的, 因素。 周朝建立,在洛阳建成周以监视中原,东周迁都洛阳,东汉,魏,西晋,北魏皆以洛阳为都,隋唐以洛阳为东都,沿至五代,北宋,迁都开封。 如果将中国历史上三大众星观中,幽烟,江南连线成三角,河南尤其是洛阳,开封的地理位置,大致居于三角形的中心,张横在,东京赋,中也曾指出,比偏居而归小,岂如宅中而图大。 形象地道出,东京洛阳居天下之中,经略四方的地势之力,从河南出发,北上燕进,西进秦篓,南下京楚,东入齐鲁。 东南至江淮,距离较近,交通条件优越,洛阳位于玉溪地区,这里以浮牛山系为主体,北有黄河中条山之险,南有浮牛山系屏障,西连陕西,是北中国东西走向重要走廊。 历史上秦晋小山之战即在金河南省洛宁县,虽然洛阳周围有种种保护,但如果他失去对周边的控制,其过小的体量是无法保护自己的。 其后,秦国依靠寒谷官,金河南省领宝市,知显,历据关东诸侯多次合纵进攻,勤灭寒位,楚汉争霸,唐灭王室冲等多为从陕西攻河南,但也有自河南入陕西。 如刘玉灭后秦,安史叛军入长安,皇朝入长安等,无论谁攻谁守,掌握玉溪走廊,就掌握了战略进攻主动权,而作为天下明都洛阳,位于伊洛盆地,小区域上,北靠芒山,南陵伊洛 有二水,东有虎牢城高之险,西拥小山寒谷之故。大区域上,其地东为华北大平原,有黄河以及大运河为动脉,可以控制帝国主要粮食产区和国防重要区域,西靠关中秦隆之故,免受游牧民族清洗之苦。 北有黄土高原为祖,整个山西皆为堡垒,南陵南洋盆地,通汉水直达长江中下游。 洛阳这种得天独厚的区位,长期作为王朝首都,掌控四方,但是一旦中央衰落,对地方掌控下降,这种居中的位置使得洛阳也容易沦为四方征战之地。 东汉末年就是名利,黄金之乱后,群雄并起,洛阳被董卓一把火烧掉,曹操一度都许昌,而后,连年混战,中原大帝满目疮痍。 即使在短暂统一的西靖之后,洛阳也不可避免地见证西靖快速灭亡的惨烈情景,匈奴人的铁骑彻底终结了辉煌数百年之久的奢华幻梦,三万余人的血肉被践踏在匈奴战马铁蹄下。 异族的弯刀,保引了宫卿高贵的血液,作为中华象征的晋朝皇帝也沦为异族的阶下囚。 从此,辉煌时代的象征被埋进了荆棘和荒草之中,接下来,洛阳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,又一次成为都城的焦点。 钟情于她的是北魏孝文帝拓跋红,北魏刚建国的时候,都城设在平城,孝文帝即位后决议改革,或许是为了远离平城的严寒天气,或许是为了摆脱平城贵族势力的阻挠, 她不顾河洛的属热难耐,也不顾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,强制定下了迁都洛阳的计划。 定计迁都后,孝文帝决定直接留在洛阳,车架一直不肯北环,甚至在洛阳城的兴建任务上马之前,孝文帝宁可住在洛阳一角,待在魏晋时期幽禁失宠非平的金庸城里,也不愿回到平城的宫市。 但是,迁都后,孝文帝迅速改革官职,禁绝鲜卑语言,改意旧俗,甚至将鲜卑姓氏改为汉姓,就连皇帝本人的拓跋氏也改成了原氏。 如果仔细考察洛阳作为都城的历史,就会发现,这座经常以辉煌壮丽形象示人的都城,其实是最不适合作为都城的地方,以行圣来讲。 它不如长安拥戴山河,在大运河修建之前,交通运输也不能说绝对的方便,自周至汉的千百年间,已经耗尽了这座城市的地利,选择定都洛阳,意味着必须用全国的力量去供养这座都城的体面。 这是一个清权国之力的面子工程,而沉溺于其中的繁华,又会使人忘却远方的忧患,它更适合作为一个生平年代粉饰太平的副都,而不适合作为一个总领天下的首都,特别是一个外有南北强敌窥寺,内有忧患的帝国首都。 而且,从唐朝开始起,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绝对地转移到了长江流域。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在进一步拉大,在这种情况之下,作为首都,需要南方提供经济的支撑。 而洛阳周围交通并不是很便利,隋阳帝曾经修建了大运河,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,江南地区的物资通过大运河被源源不断地运到了洛阳,进而运到长安。 但到了唐朝后期,洛阳附近的运河已经淤塞,开封以其便利的交通,发达的运河体系,取代了洛阳,成为了北宋王朝的首都。 其次,洛阳自古就是天下的中心,也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,早在春秋时期。 楚庄王就曾经问鼎中原,到了后来,几乎每次战乱都是以洛阳为中心战场而展开的,每次战乱洛阳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。 比如北魏末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之后,洛阳成为东魏和西魏争夺的重点,实际控制东魏的高欢为了安全起见,决定将都城迁移到叶城。 为了修建叶城,高欢下令拆掉了洛阳城,捍卫时期的洛阳城就此一蹶不振。 捍卫洛阳的故城就在今天洛阳城东白马寺的东边,残存的成员在无声地诉说着洛阳昔日的辉煌和曾经的苦难。 到了北宋末年,洛阳再度遭遇冰险,经朝后期,金宣宗南迁中原以后,一度也以洛阳为中京。 但是蒙古铁骑的南下,又一次带给洛阳以巨大的破坏。 明朝建立后,也曾经在洛阳分封了伊王和福王。 但明朝末年,李自成攻打洛阳的时候,洛阳也又一次遭遇战祸。 就这样,多次的战乱使得洛阳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,最终衰落。 再次,近代以来,洛阳也曾经有过辉煌。 先是吴佩福曾经把洛阳打造为他的根据地,洛阳城迎来了近代以来的第一次扩建。 今天洛阳市西宫区就是在吴佩福的时代里成为了洛阳市区。 但后来的抗战中,洛阳城也曾经被日军占领,洛阳上升的势头没有能够延续下去。 1949年后,中央政府比较重视洛阳的建设,尤其是,在一五期间,曾经将洛阳拖拉机场,洛阳轴城厂,洛阳矿山机械厂等几个大型项目落户洛阳。 今天洛阳市的间隙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。 在计划经济的时代里,洛阳一个市的GDP就相当于沿海地区今天经济非常发达的省份了。 但是,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后,洛阳也再度沉寂下去了。 从古至今,如果没有朝廷的重视,条件在优越的地方也只是一个摆设,翻不起任何波兰。 明朝时期,开封经济日益繁荣,号称八省通渠,后来还一度成为河南省会。 而洛阳因山川环绕,地处偏僻,导致交通不变,经济渐渐衰退,不知不觉竟退出了历史舞台的中心。 甚至沦为一个三线城市,正所谓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,昨日的繁华洛阳,跟着历史的转变一起远去。 但这座城市承载了太多的故事,拥有了太多意义生辉的名字,以至于每当我们提起它时。 哪怕从未到过那里,仍会感受到深深的历史与文化底蕴,这便是古都洛阳的非凡之处更何况,虽是一个三线城市,洛阳的GDP在省内仅次于省会郑州,且超过了太原这种二线城市,今时不同往日,科技的迅猛发展,将带着洛阳继续腾飞。 它还在不断发展,追赶和超越,让我们一起等待它的后继勃发,稳步向前。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,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,记得顺手点个订阅,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。